朋友们大家好 我在浙江杭州淳安县分口镇的大山深处 我在这边过来探行到了沿国营先锋机械厂 也称为703工程 因为这座兵工厂是始建于1970年 当年是我国在备战备方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县的三县时期 在浙江淳安县分口镇的大山深处修建的一座秘密的金工厂 这座兵工厂里面有三个金工洞 其中有两个金工洞 当年是用来生产枪械和子弹的 是在1970年建立起来的 据说第三个金工洞是没有完成 如今这座兵工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 随着国防现代化的进程 随着这些三县的兵工厂搬出之后 房屋都留下来了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深厚的房子 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破败不堪 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产物 其实这些建筑也可以很好的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用来宣传 去参观一下这个神秘的兵工厂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兵工厂 当时这座兵工厂是建厂之后 最多的时候是有3000多的职工 有3000多的职工 这也是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 分口正处于杭州市的千岛湖这边 这边也是大山深处 在朋友们看一下 这边都是大山 四周都是大山 因为这个条件比较隐秘 所以非常适合修建山下时期的这么一个神秘的兵工厂基地 前方这一栋建筑 门上的窗幅玻璃似乎都已经烂掉了 这里挂的有一个牌子 是在这座兵工厂里面十分难得看到的文字介绍 职工食堂 这是当年的职工食堂 包括职工的宿舍 还有车间 车间是在大山的深处 在金工洞里面 前面的大山下面就是金工洞 前方这个金工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大山下面的金工洞入口 在这边是可以看到两个金工洞 其中一个金工洞的深度是400米 另外一个是500米深度 这个金工洞就是这位大叔在这里酿酒 他现在是把这个深达500米的山洞给承包了下来 这边的大山就是原来先锋机械厂的厂子 这边相当相当的隐秘 植被非常的茂密 也是60年代在这里闲置的一个重要因素 好了 这期视频我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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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